需要陷进灵魂的游戏 你敢玩吗 刚开始这个游戏你会发现 嗯 这个游戏的制作人是魔鬼撒旦 项目经理是鬼王别西服 然后如果你要玩这个游戏的完整版 他们还要你陷进你的灵魂 哼 天真 我的灵魂早就陷进给原神了 但是如果你不管游戏提醒 直接开始游戏的话 你将会真的被困在游戏 甚至你可以在一个破坏的文档里发现 有一个玩家已经被困在这里 练机练到了七十多万机 随后一个叫做绝望灵魂的玩家会告诉你 这个游戏其实是地狱魔王陆西法制作的 已经有成千上万的玩家被困在这个游戏里 然后你的任务就是毁掉这个游戏的核心文件 并且打败魔王逃出游戏 但是特别奇怪 这个游戏里的魔王好像并没有像绝望灵魂说的那么坏 比如有些地方为了通关 咱们偷偷的把等级调高了 地狱魔王陆西法就只会骂你两句 爷 你这个只会作弊的垃圾 并鼓励你继续闯关 而地狱魔王做这一切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现在就非去剪辑抓紧商 大家来主业催根哈